你敢相信吗? 有最新理论证明 埃及金字塔很有可能是胶座成的 这个理论也刚好解释了 为什么古埃及人仅用了20年 就建造成这座最大的胡夫金字塔 要知道 它是由230万块巨石组成的 平均每一块都要重达3吨 而最重的一块花钢岩则达到1200吨 这最少需要1万人加9000头牛的力量才能拉动它 更不用说把它抬到50米高的位置 在金字塔中 每层的石块都大小统一 并且石块完美到连一张卡都插不进去 如果靠人力般的话 除了外星人 估计没人能做得到 但是在最新的理论里 科学家们还原了金字塔的胶筑过程 首先 他们将施工地点选择在吉萨高地 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粘土和石灰石 然后 他们通过阳光确定了金字塔的外形轮廓 并开始创建地基和地下隧道 因为制造混凝土时需要大量的水 于是他们定在了尼罗河附近 用提水系统把水输送给在这里做混凝土的工人 他们两人一组挖石灰石 并把石灰石混合在一起 然后通过阀门把混合好的土输送到模具 这样便建造好了地基 然后用木棒和绳子来定位它的外围 定位结束后 他们将混凝土倒入模具中 每层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模具胶筑 当国王去世后 工人们会将它放入墓室 并把最后的隧道进行填补 这样胡缚金字塔就建造完成了 虽然说通了建造过程 但是很多人还是宁愿相信 这是外星人建造的 那么 你认为金字塔会是谁建造的呢